台積電的日本行本唱現在正在歌詞 因為過年過二月二十四就要辦開幕電力 除了台積電的總裁緯德加 今年六月軍要退休的黨署長老德因也會到位 台積電的新唱六成代表日本又中進半導體三月的關鍵 所以說日本首相藍電文養也會去參加 國外最關心的就是台積電創辦人長中 三年多前台積電開始全球報告 在美國唱後二零二一年 全球要去新聞和索尼電鎮 合作一點一調的立票 一唱成三十二十六日 二百奈米這點 一家為成三五萬五千 第四個開始試散 年代兩散 二唱是七奈米一六奈米 目前七奈米製程的話 本身在台灣就已經有十八到十九萬片產能利用率 大概也就只有在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之間 AMD跟NVIDIA他們對於今年三奈米製程 其實需求非常的殷切 主要考量還在於亞利桑那州的場 排出主要的客戶會往其他的 像Intel或Sanson進行投擔 台積電去日本設置影響政府 很歡迎 報告超過一半 但是先進制定技術補強 受美國政府的犯罪進軍海外的東西 是不是可以以期以前的五三年利用率 也是他目前最大的挑戰 民視新聞綜合報道